也是这个魂简剪得也是非常好 其实弹力起飞的这个感觉非常然像皮大手炮 包括他在原著中和明哥对打 这是唯一一个我在想说我们魂简要不要把它被打也剪进来 然后去反击的这个过程 大家可以想想他到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制 以及他们的旧交易橡皮猿王巨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